我覺得彭定康其實都沒什麼資格對香港的問題指手劃腳的 因為他過去來說都是靠西方的一些比較偏頗或者片面的媒體報導去了解香港的問題 有時候結果他自己對香港問題的判斷都會有偏差 另外他講到國安法說國安法令到香港司法和行政界線模糊 其實他是用了自己西方人的價值觀去看這個問題 新聞報道說有些英籍法官可能擔心他的影響力會削弱或者不受任用 在國安法裡面其實很清楚有其他國籍的或者效忠其他國家的法官 其實容易有利益或者身份的衝突 特別在效忠問題裡面效忠兩個國家 自然其實很自然 其實這些法官當然不是很適合去審判那個國安法的案例 在東網APP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S 盟取豐富獎賞